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我们在童年受过伤 因为几乎我教过的学生只要是腰痛 他们都有腰受伤的经验 其中一大类就是小学生在恶作剧 把椅子往后一拉 倒下去 可能那个小孩子当下会痛一下 因为小孩子的骨头是比较有弹性 比较活络的 但是那个伤就绕在那里 都没有事 到了中年他就出事了 那个痛点就会从那个地方 有的人在现场当下撞的时候 其实骨头已经裂了 可是因为他小孩子 自我复原的这个速度快 第二到了中年 这个会持续的这个流下来 然后到了中年 腰椎就开始不舒服 所以我看过很多的学生 他一走过来 他说老师你帮我咨询一下 我说你的腰一定有问题 因为走路它已经不一样 因为从刚才的那个胯骨 当它歪的时候 走路其实已经在变了 那就会影响整个腰的这个地方 那如果什么都不做 那老年就是行动不良 不会老了之后 突然有一天退休金拿到他就好了 他觉得值会越来越严重 我在台中有一个学生 他是我们台湾之光 他是做所有那种马达 几乎都是他 全世界都他在做 然后他就年轻很拼 然后都搬重物 那有一次大概快到50的时候 有一天他就这样子搬起来 然后他也是一样听到 一声OK 隔天突然之间他没有办法起床 然后他一直在房间 哎哟 我都没有救到 不敢出力喊 他那个一喊 因为一出力喊 肚子一撕压 后面就痛了 然后不敢喊太大声 因为他敲东西啊 死不了力的 然后后来就几乎躺了 一整天慢慢挪慢慢挪 也是住院两三个月 所以中医有一句话说 伤筋动骨要休养100天 就差不多是三个月时间 然后后来有一次 他就偶尔有听到我的名字 然后就来跟我学 慢慢保养 现在几乎都已经复原 然后再开新的场 再继续拼 我们这边的外科医师 包括了像小熊文明医师 还有江医师 你们虽然不是搬家工人 可是你刚刚跟我讲说 你们也有职业病 什么意思啊 我们已经有点类似搬家工人了 所以我一直想要 积极地加入劳保 就是这样子 各位你看 这个看着就很重 对这个我不是 这个真的很重 如果可以招到我手部的肌肉 已经整个都鼓起来了 这个大概二十几公斤 各位一定觉得很奇怪 我拿这个背包要干嘛 对 我们的牵衣大概就这么重 我记得我住院是第一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因为大家知道 癌症的病患要放人工血管 人工血管放好之后 我们马上用X光 马上去检查它的位置 我们放到我们要的地方 所以我们是穿着牵衣在做的 这个牵衣的重量就等于这一个 当然现在技术比较进步了 现在大概有七八公斤的牵衣是薄的牵衣 那时候我们以前穿的都是这个 而且一胎几个小时 而且我一个那一个月 我记得我住院医师的第一个月就直宅 就这个 我第一个月就到心臟学码外科 我第一个月就做了两百多台的工血管 我每天穿这个至少要六个小时 对所以后来我做完那一个月之后 第二个月我就告假两个礼拜 医院住我的家 因为我背部极痛 我说真的很痛 你去看看 你每天穿六个小时 你连续穿一个月你看看 真的非常非常不舒服 我当时真的是平躺在床上 休息了快两个礼拜 那个背痛才好 非常非常严重 那小时 文尼医师 你怎么熬过来的 这个如果到开招房 我们换衣服的时候 就看到 可能江医师跟我站在隔壁 他就衣服脱光之后 先绑一件素腰 因为我们几乎都腰会痛 我们就要先穿一件素腰 再去穿千衣那些的 像有一次我就是没有脱千衣 千衣本来就很重 然后我又很重 结果病人也很重 然后本来是 本来人手购可能三四个人搬一个 刚好那天 刚好临时有人被叫出去 我们两个是想说 不要等他回来 我们就一搬 就一用力 我的天 你就自己知道了 今天惨了 就很痛 那也是一样 我也是从旁边慢慢走进去 诊间里面 然后那天我就坐着 抬头挺胸 我都不敢痛 不过现在开招房 有很多避免这个方法 我们现在已经不抬了 我们是用滑的 有个板子用滑的 但今天又学到了 因为我看到 各位观众 如果你们来医院开刀 看到我们外科医师 每次在那边一直按手指 就是休息 腰腿脸 他按屁股在按环跳穴 真的 还蛮有趣的 再来脂肪多 是指自己胖的人 就是胖的人 其实我刚刚 大家提的案例居多是男生 因为这个男生居多 男跟女 比例差距是三比一 也就是男生大概占了 七成五到八成左右 所以这盘突出男生 罹患的几率跟女生 你看我们跟你们去买东西 谁提东西 男生 所以我们这个真的很危险 尽量不要叫男生 陪你再去逛家 你不要为了自己 就是这个累积 像我们刚刚那个动画 它其实慢慢 旁边那层很强烈纤维 它是很强烈 但它慢慢受伤 慢慢受伤 到四五十岁的时候 就会坏掉 所以这个发生的年纪 大概是四十岁到五十岁 就是最多 像爱运动 因为爱运动没有什么坏处 但是如果爱运动是属于那种 喜欢举重 或是做一些负重的运动 这种一用力 它就会把这个椎间盘挤出来 这时候你看就像这样 一次挤没事 两次挤没事 后来再用力挤 哎呦 我们接着面 这不会恢复 那时候整个都会麻木跟无力 其实这里面我一定要补充一个 非常重要 这三个 有一个最大的关键 会这个腰出问题是 贪玩 晚上睡眠是不够的 所以你看所有的人在搬中午 如果你前一晚休息是不够的 你这一般的一状 那一个刹那 你的 因为这个气不足了 所以整个受伤就从那里开始 运动的 我也发现 因为年纪轻 身体好 晚上贪玩 隔天你再继续这样子操 很快那个腰就出问题了 所以 其实一定要有适当的休息 睡眠一定要够 除了这个之外 其实我们更想跟你学功夫 你赶快出来教大家 你看这么多人都需要江医师 还有小熊维尼医师都需要 我们不容易感受 你现在在干嘛 还要痛 你怎么回事 好 我今天要来教大家一个是 以前 像我的师祖 匡道长 他是全中国著名的轻工专家 他真的是飞檐走壁 其实我们认为腰跟我们的脚 是连贯性 你要能健步如飞 脚筋有力的时候 腰的承受力就不会那么辛苦 所以我今天教一个 轻工的基础工 叫做 草上飘 然后他走 我先走一个示范 他只需要走七步就好了 走七步 好 我再走一次 有一次在练功 记得一定要从右脚开始 右脚开始 你都脚跟先着地 好 我现在来分解一下很重要 第一个脚跟落地 然后要有点像这样子滑 脚跟落地 脚跟落地 我们的腰要特别注意 不要变成屁股翘出去 你要把腰收进来 也就是把尾巴骨 肩骨这个地方 收进来 然后我们在走的时候 不是看地上 我把使力点是向前 所以你看 那电视机前的朋友 如果你现在在做 如果腰无力的人 就会变成小偷 他就会变成这样 屁股就会翘很高 因为他这个腰没有力 他马上屁股就翘起来 他没有缩臀提纲 要把 不用提纲 就是把腰椎往前 然后你在拍的时候要右手右脚 所以是 1 2 3 4 5 6 7 7步就好 好 然后接着要往后 变成脚尖 1 2 3 4 5 6 7 也要拍 只是我现在分解就是 脚尖落 其实向后走对腰的这个 舒缓是非常大的这个帮助 那这个时候命门穴已经打开 我们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穴道 叫命门穴 这个时候气就会在这边运转 所以它会增强我们这边筋骨肉 所以你可以这样子 在家里公寓比较小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来回几次之后 你站起来就会发现 整个腰就非常非常舒服 那多练习几次之后 你会发现脚尖很有力 然后整个腰就会比较舒服 其实这就练核心嘛 对不对 还有一个更进阶的 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还有一个进阶版的 进阶版 我觉得如果边做这个动作 边做湿的话 气不湿 这个更厉害 好 所以我们今天教大家一些方法 那像陈医师 你一定也遇过很多 锥筋盘突出的人 你说其实爱运动没有错 但是他们可以挑选 比较适合的运动 我建议的运动 因为我们在整间很多 是老人家来看 就是腰痛的老人家 还有一些 当然是锥筋盘突出的患者 我们都会介绍他比较简单的 他一看就会了 我一示范 我请我的同仁帮他示范一下 或者我自己的影片给他看一下 他就容易会的 这个动作要在床上 或者瑜伽垫上面做 是 不要太软 一定要有个支撑 这个动作做起来才会有效 不然自己的力量 就被床吸收掉了 第一个就是我们拉背的动作 就先趴下来 然后两手把上半身撑起来 头往后仰 这样就是把你的背拉开 因为我们最先盘突出的人是什么 都是往前挤 所以做这个反向的动作 他就可以舒缓他 这个动作很简单 老人家也可以做 刚受伤人也可以做 你速度可以自己去调节 时间慢慢慢慢拉长 第二个动作我们起来翻过来 我们做架桥的动作 架桥的动作刚好也是 他当然也是把腰做成一个拱状 两脚先伸直 然后我们要屈膝 好 我们把臀部抬起来 这个肚脊往天上这样撑 然后这个时候再把这个 双手往后举 往上举 加强他的拉力 他拉力会更大 他可以把那个肌肌膜拉得更长 他张力会更大 他训练的效果会更好 所以就这样 大概停个 至少停个十秒钟 有一些他记忆力比较不好的 时间自己在缩短 每天 每个小时都可以做 其实最好的 整天在家里就好了 不要出去 他真的握床的时候 刚刚刚讲 即兴棋的时候 他每天都要做 可以先休息一下 可以先休息一下 自己收起来了 对 所以这个动作不会很难 每个人 遇到这样的状况 人这样做 他 这开刀法也可以做 开刀法也可以做 你又看到刀跟刀中间 两个医生都躺在地上 不是躺在这边 像这样 拉手指 拉手指 所以这两个动作是非常有效的动作 很直接的动作 OK 第二个动作 关联性跟我们 第一个动作比较容易理解 因为是往另一边伸展 那第二个动作 他一样是往这边伸展 因为他往上的时候 你看 他变成一个弧形 受力一样在后面 我们每天上班大概站的时间 在针灸都弯着腰这样在扎 了解 我有一度这样痛了两三个月 后来我后来才发现 原来我的针灸床太低了 我就请我护士 帮我 护士帮我调整一下 每次扎的时候先高的心扎 不然痛了两个月 对 刚搬家的时候 在调整这个装潢的时候 床摆的位置不是很恰当 调整过之后好了 我们有时候 腰痛而已 忍一忍 如果是这个地方太痛 然后敲下去 用力点 然后好痛 这种痛就不能忍 他早上中午的时候搬 家伙的时候就很痛 他本来想去尿尿 就发现他尿不出来 那时候我们紧急做盒子共振 那个椎间盘根本整个就凸出来 所以是要到急诊 对 是当天晚上的急诊 要马上收视 他也没有跟我讲什么 他说我就是要开刀 开完之后 他看到说你要小心 要注意才不会复发 伤口才不会癌 他跟我说 医生啊 这个 你不用担心 放心 我放心嘛 我已经问过心名了 其实我不敢跟你说 你的名字我会去拔杯过 他说有心配